鸟类 鸟类大多给人小巧而无害的形象 但有部分的鸟类有着美丽的外表背后 体内藏有非常致命的毒素 今天有件小事为你带来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邻居翁是生活在世界第二大岛屿星基内亚的一种鸟类 它们具有明亮颜色的外表 但其身上散发着一股酸臭的男人气味 因此当地人将它称之为垃圾鸟 在它的皮肤和一身漂亮的羽毛中 因为常年使用某种含神经性发毒的甲虫 进而使体内同样充满这种效力极强的毒素 这种毒素的化学成分类似胆固醇和类固醇激素 能中断生物的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之间的连接 只要任何生物触碰到这种鸟类就会产生刺痛感 若误食就会导致呼吸麻痹 数分钟内就会死亡 南方大海燕是一种师傅鸟类 繁殖地遍布南极大陆沿岸和亚南极岛屿 外表看起来有些像是分量十足的棕色海鸥 但它们的皮魄更强壮 攻击力更暴力 经常用它有力的勾撞嘴型来撕开动物的皮囊和眼部 体重可达4-5公斤 身长近1米 飞行时必须在地面或水面上助跑10多米才能起飞 有些像是飞机在跑道上起飞一样 它们除了捕食小鱼、乌贼和甲壳动物之外 还会大量捕食多种群居海鸥的小孩 甚至会主动攻击并捕食成年企鹅和海豹 只要发现猎物 这些大鸟们就会互相攻击 抢夺猎物 南极每天都在上演这样惨烈的场面 它的存在是许多动物的噩梦 食鹌雕生活在贝利宾日带雨林中 各种树漆动物都是它们捆食的食物 如蝙蝠、蛇类、蜥蜴、霓猴和鸟类等等 如果食鹌猴出现在村庄附近 它们会经常捕杀狗、猪和其他家宠 它们在着食猴子时十分凶残 所以有食鹌猴之称 食鹌猴的体长大约91厘米 一盏200至250厘米 体重平均在6500克 可以活上超过30年 黑背中雀是澳洲特有的一种雀类 它有一个绰号叫澳洲鸟类战斗机 因为它们在残暖季节时会非常具有攻击性 会随机攻击路人或骑自行车的人 从高空高速飞下 向民众的脸或身体发起攻击 别看只是一只小鸟 被它盯上是十分危险的 截至至今 根据澳洲权威网站统计 黑背中雀攻击事件已经发生超过数百宗 有59人因此受到重伤 澳洲政府建议大家在黑背中雀残暖季节时 尽量保持离奇鸟窝15米以上的距离 受到攻击时迅速跳下自行车 行人可佩戴帽子 看到它们飞向自己时 千万得用书包或雨伞之类的物件保护头部 以免受伤 食火机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等地区 是世界第三大鸟类 同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这种巨鸟 翅膀虽然已经退化 但它们的脚步具有强大的奔跑能力 山子中最内侧的脚趾 有一个12厘米长 像匕首一样锋利的长指甲 它的利爪结合强而有力的腿 能够轻取将人类开膛而勾出内脏 对付狗和猪等动物根本就是轻松之举 历史上就有几种人类被食火机攻击致死的事件发生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4月 食火机身高可达2米左右 体重约60公斤 在地球生活的历史悠久 人类还没诞生前就已经存在 五件小事会在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半晚更新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